2017经典赛A主赛程 今天在南韩首尔开打 开幕战由地主南韩队迎战以色列 以美国职棒体系为主的以色列 与地主南韩缠斗到第十局 靠着关键内野安打以2比1获胜 拿下首场胜利 南韩先把投手张远准 第二局就遭遇乱流 单局投出三次保送 被敲一只安打掉一分 在全场一万多名球迷加油声中 南韩前四局只有三只零星安打 直到第五局才开张得分 双方1比1将迟到第十局 以色列在一三枚友人情夸下 适时出现至胜安打 弃走地主南韩 拿下首胜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